- 做好更多事 - 大家晚安 我是雅琳 - 大家晚安 我是小函 - 現在是2017公視的 - 歲末木棠Live現場 - 今天已經是第五天了 - 趕快拿起電話 - 撥寫我們的捐款專線 - 022633992 - 0226339922 - 0226339922 - 在直劇場裡面非常夯的 - 花甲男孩轉大人 - 相信很多經典的畫面和台詞 - 大家都津津樂道 - 那今天這部戲的導演 - 徐宏林導演帶了花明跟雅婷來到現場了 - 歡迎 歡迎各位 - 嗨 大家好 我是導演徐宇林 - 大家好 我是劉貫廷 鄭花明 - 大家好 我是雅婷江奕榮 - 大家一起來 - 捐款公視 做好更多事 - 今天導演來要加碼送給大家這個 - 就是導演的電影作品 - 親愛的奶奶有親筆簽名的DVD - 只有限量12份 - 趕快把握機會 打電話 - 趕快打電話 - 我自己都沒有耶 - 自己都沒有 - 我現在可以去打電話嗎 - 我在公司嗎 我要捐款 - 趕快打電話進來 - 我們來跟導演搶一個好不好 - 不過導演 說到花甲男孩轉大人 -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的討論說 - 你用很長的鏡頭 - 這很難拍嗎 為什麼要這樣拍 - 對 一鏡到底這件事情 - 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場時間不夠了 - 然後大家趕快 - 我們一鏡算了好不好 - 我們一鏡算了好不好 - 就可以收工了 - 真的是這樣嗎 -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團隊呢 - 跟演員的默契越來越好之後 - 我就覺得想給他們大家一個挑戰 - 而且這樣一鏡到底 - 她那個感情其實是一氣呵成的 - 其實我說這麼多 - 你們想不想看他們兩個演一下 - 直接用看 - 直接來 - 現在也是一鏡到底好不好 - 可以嗎 - 我們今天有特別為了來到公司 - 做一個不一樣的版本 - 大家期待一下 - 好... 經典片段 - 經典片段 - 來 - 好... - 好 準備囉 - 來 開始 - 保證 - 亞婷 - 亞婷 - 亞婷 你走開了 - 亞婷 你聽我說 - 我保證不會對你怎麼樣 - 你保證 - 多少人跟我說過保證了 - 沒有一個人是真心的 - 我是真心啊 - 我以為我們會有一個很浪漫的約會 - 我還帶了很多零食 - 你不要這麼用力 - 所以我以為你也有一點點喜歡我 - 你以為... - 什麼都是你以為 - 你心裡面都只有你自己 - 你從來都沒有為我想過 - 你知道嗎 - 要不是為了宥揚 - 我根本理都不會理你 - 我根本理都不會理你 - 我覺得... - 亞婷 - 那個... - 我是... - 那你告訴我 - 你在想什麼 -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- 有些新妹子想的一件事情 - 就是你離我越遠越好 - 我這也不想看到你了 - 鎮花眉 - 好 都是這樣 - 打開過命 - 亞婷壞人了 - 對 他們兩個交換角色 - 所以台詞也要互相想一下 - 對不對 - 其實我們平常都常常這樣子 - 變男變女便便便 - 真的喔 -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演員的挑戰 - 對不對 - 是 沒錯 很有趣 - 好 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- 趕快打電話進來 - 我們來看捐款可以得到 - 什麼好康的回饋裡呢 - 捐款公司 做好的公司 - 大家好 我是雅玲 - 大家好 我是劉官廷 鄭花明 - 大家好 我是花甲的導演 - 屈和您 - 大家好 我是雅婷 江益榮 - 哈囉 我是小函 - 現在是2017公司的碎末木款 - 在這個階段 - 我們一樣要加碼送給你 - 屈和林導演的電影作品 - 親愛的奶奶DVD喔 - 趕快把握機會 - 博達我們的捐款專線 - 022 633 9922 - 022 633 9922 - 022 633 9922 - 只有十二份 沒錯 - 十二份 好嗎 - 導演都沒有的喔 - 對 - 上一段看完了他們 - 重現的經典畫面 - 那現在想問一下導演 - 在拍戲的過程中 - 有沒有什麼讓你難忘的事情 - 或是感觸呢 - 非常多 天天都很難忘 - 因為我覺得他每一個人 - 就像是那裡頭 - 長在那裡的每一個人 - 然後我每天到現場 - 其實看到他們我就非常笑得很開心 - 然後每個人都是很棒的創作者 - 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 - 並不是我個人的電影 - 而是所有花甲大家庭的電影 - 那冠婷收看好了 - 我覺得你在戲裡面 - 就是一個台客 - 可是你本人就蚊子冰冰的啊 - 這怎麼一回事 - 試著扮演一個蚊子冰冰的人 - 現在正在演戲就對了 - 需要有機關的 - 其實我們拍戲的時候 - 給他一個機關 - 他馬上就上升 - 我的機關就是檳榔 - 對 - 他在現場吃一個檳榔 - 他開始很熱很燥整個 - 哇 真畫面的感覺來了 - 當然趕快... - 其實他曾經他本人不吃檳榔的 - 他不吃檳榔 - 所以那個牙齒上那些東西都是 - 其實我們用特殊的膠 - 然後上妝之後 - 然後他可能每一天上妝 - 都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- 好辛苦喔 - 不會... - 那雅婷呢 - 雅婷剛剛那一段畫面 - 經典畫面真的讓人看來很揪心 -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- 拍攝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- 其實拍攝的時候 -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不笑場 - 因為在現場的氣氛 - 就是非常歡樂 - 太好笑了 - 然後這種就是比較壓抑的戲 - 都要更多的準備跟壓抑自己 - 然後那時候就是也有 - 要重拍那一場戲 - 就很感謝導演 - 沒有啦 那天是因為天氣啊 - 然後你國不夠了 - 我誤會了 - 你誤會了 - 而且拍那場戲的時候 - 就是導演又為了讓我們 - 進入那個情緒裡面 - 就叫我們兩個開始跑來跑去 - 然後開始互推這樣 - 然後推到就是開車經過 - 好啦 我會好好說啦 - 叫勸架 - 路人想勸架 - 然後我們第一個 - 從一百的情緒掉到零 - 就沒了 - 想說大哥你也太好心 - 可是我們這樣要重新開始 - 是不是 - 其實我要他們開始的時候 - 我只要看他們兩個眼神 - 有恨意 - 我就說好 可以開始了 - 對 小到都快拿出來 - 好 - 那導演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- 電視版跟電影版的差別 - 還有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- 電影版呢 - 對 花甲有電影了 - 而且這次的電影是 - 所有人都升級 - Level Up - 你會看到一些很不一樣的 - 隱藏人物也在出現 - 那在二月九號的時候 - 過年檔你們就會在電影院 - 看到他們再一次團聚 - 好 期待電影喔 - 我們來看看捐款 - 可以得到什麼好康的回饋禮呢 - 捐款一千元 - 獲贈2018公稅日制作立足 - 捐款兩千五百元 - 獲贈康健雜誌六期 - 以及少吃糖 - 讓你從內到外變年輕書一本 - 捐款五萬元 - 回饋給您永遠的朋友 - 流離作品一件 - 作品意涵在生活的道路上 - 別忘了身邊好友的陪伴和鼓勵喔 - 好的 現在電話不斷打進來了 - 記得喔 - 只有前十二名完成捐款的朋友 - 再來 - 捐款電話事 做好的電話事